国会下议院议长拿督阿兹哈否认驳回15份撤换议长动议 并强调一切交由副议长拿督穆罕默拉西处理后 公正党班底谷区国会议员法米和常信党普莱区国会议员 拿督斯里沙拉虎丁阿玉其声证实 拉西已经驳回了他们要求撤换议长的动议 不准提成国会辩论和投票 自从被国盟政府受委担任国会下议院议长 阿兹哈就被各界炮轰滥用议长职权严重偏袒政府 前首相丹斯里沐游丁下台之后 要求撤换议长的声浪也越来越大 多名国会议员纷纷向国会提成动议要求撤换议长 日前却爆出阿兹哈驳回15份相关动议 阿兹哈对此驳斥报导 强调不曾干预有关动议的事物 而是交给副议长拿督莫哈默拉西处理 公正党班底谷区国会议员法米较早前就在推特贴文证实 他撤换议长的动议已经被拉西否决了 法米指出他在8月30号收到国会书记发出的电邮 第一封来自阿兹哈 表明作为涉及动议的当事人 他必须置身事外不做任何决定 并会交给拉西处理 而第二封信正是来自拉西 副议长表示 法米的撤换议长动议不符合议会常规第四之三条文 也没有按照议会常规第27条文提前通知 因此不批准提成国会辩论投票 同样被驳回撤换议长动议的 还有诚信党普莱区国会议员沙拉胡丁阿玉 他援引议会常规第27之一 以及第27之三条文要求撤换议长 但是拉西认为 沙拉胡丁阿玉没有援引正确的条文 因此驳回他的动议 不过法米就指出 穆罕默拉西先以他的动议 没有按照议会常规第27条文 事先通知国会 所以驳回动议 但是当沙拉胡丁阿玉援引议会常规第27条文时 穆罕默拉西却说不是正确的条规而驳回动议 两封信显然前后矛盾 因此法米质问副议长 究竟哪一个才是正确的